Shalom 歡迎來到以色列美角 我們一起來探討如何在以色列自助旅行的竅門 這一集我們來講要怎麼使用Google Maps 做自己行程的規劃 好 那就先打開Google Maps 一般來說就是打Google 你可以這樣Maps 然後點Google.com這樣子 然後就會進來Google Maps 然後呢你就點這個旁邊的選單 有三行這樣子 在選單裡面呢有一個您的地點 您的地點點進去 然後呢就可以開始建立地圖啦 按地圖這裡 那如果說是新的帳號就不會有地圖 那就新增地圖就好 好 也是可以先按 如果是沒有的話就先按建立地圖 那就會出現無標題的地圖 自己就下個標題 我剛剛下的是以色列 耶路撒冷行程 好 我們可以設在這裡 那我寫一個另外一個我寫 施海行程 類似這樣子 出城 好 那施海的話就是要去引基底嘛 建議是用英文啦 因為中文畢竟可能會找不到 就算找到可能位置不對 所以用英文的話就會比較容易找到 好 那就新增置地圖 然後呢你可以就是給你的這個 指標啊 這叫什麼 標籤 你可以換個顏色 那我現在呢 我現在就是 反正屬於景點類的我就用 就是相機 就是可以拍照 感覺好像就是遊客該去的地方 影基底 那這裡有一個寫字的鉛筆 這就是編輯 你就可以打影基底 你可以這樣子 中文就給自己一個就是標註這樣子 然後例如說你可以寫什麼 九點開到五點這樣子 沒有五點啦 應該開到四點 然後門票大概 你可以上網查了以後 然後寫在這裡 我記得應該是 28shekels吧 類似這樣子 好 所以你這樣子一層 就已經建立好了 那我們可以再建立另外一層 是給住宿的 好 這個住宿 這裡的話 景點 景點我們還可以再加一個什麼 昆蘭啊 庫蘭 National Park 好 那就新增這地點 然後我還是習慣用相機紫色的 好 所以呢 這樣子拉開地圖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說 喔 四海區國的兩個景點在哪裡 這個是你可以往左邊看 它會突然亮 不是亮 就是有一個灰底 就代表你先指的是這個 昆蘭 十海古卷 圈還是卷 圈好了 喔 我不想去搞那個弄掉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 好了 然後呢 再來 再來建一個 是什麼類 National Park National Park 就是四海的那個 公共的海灘 看看會不會有 沒有 有 有時候呢 如果就是你想找的沒有的話 那你就只好拉近地圖距離 然後去找 那如果說是有什麼網友啊 就是好心的網友 就先給你的GPS地點 那也可以就是在這裡輸入GPS 不知道是什麼 看看下面有沒有 好 沒關係 我在找 那我們先換一個好了 Masada Masada就是 Masada 就是 那個 最後一個輪陷 猶太人被羅馬人打 最後一個輪陷的地方 拉出來看 就會這樣子 很清楚 所以這就是在做行程規劃的時候 是一個蠻好的住宿 然後呢 住宿 一般的話我們就可以從 booking.com 去看四海附近有什麼住宿 然後呢 你就把你所找到的 那個住宿的點 好 我現在打 十海 好 那假設 還是一樣五月十四好了 那你現在你看這裡有藍線 代表的說我現在編輯的是這個圖層 那我現在要編輯住宿的圖層 我就要把游標移過來 然後按下來 那所以現在我要加入的 任何東西就會加入到這個圖層裡面 好 看看四海有哪些住宿地點 嗯 我給我一次 我給我一次 我要搜尋的一個 好 沒關係 我們就隨便找最便宜的幾個 呵 我們輸兩個試試看 好 他 阿爾摩基布茲 好 第一個 阿爾摩基布茲 他這是一個在基布茲的旅館 好 所以我同樣我按新增置地圖 他就會到住宿的這個 因為我現在藍線在住宿這一層 就點進來 然後我可以看一下 喔 雙人間是79美金 我可以稍微就是編輯一下 然後呢 再看看還有什麼選擇 這裡還有一個 Rose that see Meth so hard 再來 Rose that see Meth so hard 看看有沒有 有 有 好 新增置地圖 同樣的就是可以在地圖上看到 那你看 我也是可以改那個圖形 也是一樣 樣是這裡 找一個睡覺的人的樣子 然後我剛剛這裡 也是找一個睡覺的人的樣子 好了 這個是多少錢 這是90塊 所以 所以這樣子呢 就是很清楚的 就是 你看 住宿的一個在北 一個在南 那一個離死海 距離是這麼多 一個是好像比較近 所以就是 90塊跟79塊 當然就是選這個 會比較好 但它的好 它也會有好處 就是看你行程怎麼排 那為什麼要分兩層呢 就是說這裡有個打勾的 當你不想要 當你資訊很多的時候 也許你有一些就是沒有 沒有那麼重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暫時把它隱藏起來 你只要把勾按掉 你看剛剛的相機那些就沒有了 再拍一次喔 你看現在回來了 我按掉 就沒有了 同樣住宿也是可以按掉 就沒有了 那這樣子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我接下來我就可以安排行程了 例如說我按新增路線 在這個空白的條條的下面 按新增路線 這裡就會再多一個圖層 如果我今天是 它是默設開車啦 好 那我現在我A點到B點 我可以說好 我現在 假設我今天 我第一個晚上是住在 住在這裡 我要到這裡 那我可以看得出來 詳細路線說明 我可以看得出來 我要開多少公里 開多久 那這個地圖呢 當你這樣創建 等到你真的是 就是 就是正在 就是你去以色列的時候 你手上拿手機的時候 這個就成為你的地圖了 而且是非常客製化的 就完全按照你要去哪裡 好那假設說我這裡 我中間我還要再挺一個昆蘭 然後我再挺一個 這是那個影機底 然後這是那個Masada 然後最後我晚上是住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旅館 那就可以看說 所有的時間要花多少 是三個小時十二分鐘 然後開一百八十公里 所以你就會覺得這樣還不錯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樣我這天也沒有開太多啊 或開太少啊 然後還有知道說我要開哪條路 因為這個你到時候 就是 嗯 手機拿導航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還蠻好用的 我來看 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在弄的 耶路撒冷行程 那這個行程是也可以是分享的 等我弄好以後 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看 基本上是可以把自己的地圖 做得蠻漂亮的 我景點 因為耶路撒冷景點比較多 所以就可以分成說 你最想要去看的精華景點是哪一些 然後呢 其他景點有哪一些 那精華景點裡面我也可以分說 喔 哪一些是基督徒必去 那可能對非基督徒來講 這些景點就沒有那麼大的重要性 可是基督徒就會 嗯 就是 就會 得要就是先花時間 把他那個 安排在自己行程裡面啊 不然會來不及啊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 就是比較安排的 就是比較知道自己行程 對自己的重心啦 嗯 這樣比較容易看 有分類都是比較容易看 然後也是住房啊 住宿住房這樣子 好 可以在我的地圖洞開啟 看一下 好 所以說如果說我現在景點很多 我覺得很亂 可以把其他景點先勾掉 然後住房很亂可以先勾掉 好 車站 這裡是那個約旦的巴斯會 去約旦的巴斯上下車的地點 然後這是 中央車站嘛 好 如果我覺得很麻煩 我就可以關掉 那我就剩下的就是我所有的景點 同樣是軟線在這邊嘛 我可以假設說 好我現在再增加一個 以色列博物館好了 然後新增製地圖 然後再把它變成 變這個顏色 好 就是這樣子 很簡單 然後我在地圖上就看得出來 它的相應位置 就會發現真的 其實主要地點都 主要的觀光的那個景點 都是在舊城 除了那個 以色列博物館 是在另外座山上以外